大家好,欢迎收看乔逸教牌教学系列,我是讲师怀人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集的主题是,盖教后自然答教,终极 课程讲义,也就是制度手册,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上次的课程已经讨论到,如果持有配额同伴花色 各种力量的答教方式,以及持有平均牌建设性以上力量的答教方式 顺便来讨论到了,假设在同伴,盖教,一方块或一红星时 持有四张高花,可以在一线上教出新花,约是八点以上破教一圈 而如果持有弱牌六张以上的话,也可以在二线上自然的串教 今天要讨论的是,假设持有五张牌组 而必须在二线以上,对同伴的盖教答教的答教原则 如果二线新花为自然质答教的话,一定会面临两难 无法同时表达自己的牌组,以及表达正确的力量 比如说这里约定一枚花一黑桃两红星 那这个两红星力量是什么呢?破教还是不破教呢? 目前大概会有两种主流的约定 第一种是约定两红星为破教 约定为邀请以上力量 相当于对一黑桃答教两红星的自然力量 此时安全的家就是两无王 但我们这里由于是在二线的关系 这里会约定是破教到两黑桃,也就是原盖教花色 盖教人如果持有最低线的力量,可以教回两黑桃 此时我们通常会约定在盖教花色以下 也都是破教的,不保证受邀哦 比如说这里如果盖教人盖教一黑桃 西加答教两方块的话 这里的东加再教两红星 并没有保证额外的力量哦 只是单纯表达四张红星牌组 有可能西加持有非常好的四张红星配合 就有可能达到不足点的一局 因此东加还是需要去表达自己的牌组 我们约定如果在盖教花色以下都可以自然的表达 如果在以上的话,必须要是受邀牌才能表达哦 那如果约定要邀请以上力量的话 西加如果持有红星,但是力量不足 比如说仅持有建设性的力量 就只能教义无王,而无法教出红星牌组 这就是所谓的无法同时去表达力量 又同时表达牌组的两难 必须约定在特定力量范围才能去表达牌组 如果使用两红星破教的约定 由于此时持有弱牌串教以及建设性的牌都叫不出来 我们这边就可以像之前讨论到的一样 选择去约定全范围的不区分力量 或是重视串教的4到7 或是重视建设性的6到9点 去叫三红星 当然也有人这边完全放弃了自然达教 而去约定配合表示的fish showing之类的约定 那这边的话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 再来我认为比较实用的约定是约定不破教 有些人会约定是中性的8或9到12点的中性力量 由于达教人持有8到12这个范围的牌是最多的 这个约定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盖教人持有低线力量的话 也可以简单的教会员盖教花色 如果对打教人高线大概11-12点的范围内 持有邀请力量的话 也可以做邀请或是其他的教品 而如果这样约定的话 持有13点以上的强牌 就必须要先试教 无法去表示出自己的牌组 这里也就是同样的两难 如果想要约定中性力量 同时表达典力和牌组的话 持有强牌就无法立即表示牌组 必须要先试教三枚花 此时已经在三线上了 可能会在后续难以表达自己的真正牌组 甚至是两门牌组的话都叫不出来 如果约定两红星是不破教的话 由于8到12的范围内 已经兼顾了所有建设性到轻度邀请的范围 此时三红星就可以简单邀请 是6张以上红星的串教 自然制的新花达教两难 当然是有解决办法的 之后我将会告诉大家 Rubens Advanced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Rubens转换教 可以同时兼顾弱牌邀请 以及破教程局的所有牌 此时都可以使用转换教的方式 先表达牌组 在第二次教牌再去表达力量 Rubens转换教有个优点 比如说这里两红星如果是不破教的话 同伴可能持有很差的红星配合 那此时他需不需要修改为两黑桃呢 有可能这里教两红星的人 其实上是持有两张黑桃的支持的 他可以在红伴红星不配合的时候 去改为两黑桃的合约 但由于教了两红星不破教的关系 就没有机会做这样表示了 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在Rubens转换教的约定上去解决 Rubens转换教是非常重要的约定 也是我们制度最重要打的约定 我之后会再做详细的介绍 目前如果大家约定是自然制的达教的话 本制度的约定是破教的约定 也就是两线是邀请以上破教一圈的约定哦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形 如果同伴盖教是在二线上的话 此时如果达教人在二线上达教 那盖教人的圆花就要教回三线了 那我们这边在制度上的约定 一样是二线破教一圈 但此时就约定破教到两无王了 因为二线上教不出盖教人的圆花色 此时盖教人最低线力量的牌 可以教回两无王或是三线的自己圆花色 这也就是三枚花 而在二线上教任何花色都是破教的 并没有保证受药哦 比如说东家这里教两黑桃 只是单纯表示自己持有五张以上的梅花 跟四张以上的黑桃 有可能西家也持有四张黑桃 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四十黑桃配合 去打不足点的一局 那其他的约定都跟上一页介绍的是一样的 这里的三线的话 一样可以约定是串教或是建设性的范围 而如果约定不破教的话 同样持有强牌必须要先试教两方块 破教一圈 后续才能去表达自己的牌组 同样是面临了自然达教的两难 无法同时去表达牌组又去表达各种的典力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主要着重在跟大家说明 自然自二线的新花打教时 会面临无法同时表达牌组 以及表达所有牌力的两难 下集内容则将会详细的介绍各个教品 所代表的意义 让大家了解如果持有一门五张以上新花 在同伴盖教之后的详细处理方式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